歡迎收看10月21日的明報5點半新聞直播 聯邦政府今天宣布 是即日起凍結買賣手槍 話口未完 有一區還有兩間藥房被人持槍行劍 今天是多人多 手中確診個案出現後幾一千天 但是疫情還未過去 師父呼籲大家接種二階廟 聯邦公共安全部長馬修樂今天說 聯邦政府凍結出售槍的法令在今天身後 由今天開始在加拿大境內禁止買賣和轉讓手槍 但是已經合法持有手槍的人士 就仍然可以擁有手槍 今次凍結買賣手槍 是政府今年早前宣布一系列新措施的部分 其中包括一項草爾的新法案 以令到部分人士更難擁有任何槍支 這項法案還將會增加 對某些槍支有關的犯罪的說法 現在正交由議會委員會研究 不過我槍下維權組織就批評 立法針對的是守法的市民和商業 而不是不法分子 說政府應該把資源 放在打擊邊境的走私槍上面 在疫情期間 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 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街淨水 是 星期三 530報道過 現在行劫藥房的案件 平均每日有一宗 都沒那麼快 約一區的Stofield兩間藥房 昨天星期四 被兩個黑人匪徒十分鐘之內連環行劫 警方說 在10月20日 星期四下午4點55分 在Moestar Street附近的一間藥房 有兩個男人走進去 其中一個人拿著槍 學令店員加出藥物 匪徒在保險箱裡拿走藥物之後 逃離現場之前 順手搶走一定量的現金 十分鐘之後 即是下午5點05分 這兩個男子去到Ming街 5892號一間藥房 持槍指客店員 搶走一定數量的藥品 和現金之後就逃去 幸好兩件事裡都沒有人受傷 涉案的是兩個黑人男子 年齡20至30歲 六呎身高、中等身材 警方早前已說過 匪徒的目的是要劫藥物 以補充黑市鴉片類藥物的血貨 劫案組調查員提醒這些商戶 要定期維修和更新視頻監控設備的重要性 高質量的圖像是有在於識別而犯 也有在於逮捕這些匪徒之後 在法庭訴訟期間可以有證據 警方這番話 和早幾年華人餐館被人午夜爆洩的時候很相似 總之就是叫你自己做好防盜、防劫 想警察破案就慢慢等下 現在警方呼籲任何人士 如果有這單案件的消息 請打電話 1-866-876-5423 分機6630 或者撥打別墜熱線 1-800-222 Tips 或者在這個網站上面 留下匿名的提示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最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今年9月1日 列治民山發生了中致命交通意外 而邵氏司機在撞人之後不顧而去 警方今天釋出了攝氏汽車的照片 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消息 並呼籲死者的家人和警方聯絡 這宗的交通意外 發生於今年的9月1日 星期四 晚上9點3 警員接報之後 港隊Major Mac及Cedar Avenue 調查這宗行人被汽車撞到的報告 在場的警員 發現一個26歲的女性到地昏迷 懷疑在過馬路的時候被車輛撞到 而攝氏改裝過的深色本田消息房車 在意外之後沒有留在現場 女受害人其後被送人搶救 但最終不止 收害人其後被證實 是26歲的列治民山居民 Nouf Mohamed Armutroudi 調查員已經用盡鎖的線索 但還未聯絡到她的家人 警方要求任何有她訊息的人 請和警方聯絡 警方說在意外發生前 攝氏的消息房車 是Major McDonoughan線 夾硬的十字路口停車 警方希望能夠和當時 和攝氏車輛並排的綠色車輛司機交談 警方亦呼籲攝氏的司機盡快自首 明報馬經版已經全面上線 每天更新又準又快 除了詳盡的馬匹介紹 神初分析 還有馬平家為你提供獨特的提示 明醒你啦 請即瀏覽明報多倫多網站的 明報馬經專頁 安省省議會在下星期二會復會 安省進步保守黨政府 到時會提交一項全新的住宅房屋立法 他們會採用一系列有爭議的方式 來加快房屋興建 其中包括推翻當地的城鎮區域 麥芬婦禮 准一間屋內可以興建多於一個住宅單位 和興建三層的住宅 而且還會取消徵收發展費 雙述的立法 還將會限制自然保護部門所扮演的角色 令他們成為側重於防止洪災 和其他自然災害的發表評論機構 而不是再被人用來阻礙房屋開發項目小組的工作 安省市政事務和房屋廳長克拉克 星期四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 你們不能不在近期和長期進行大膽變革性的改變 因為我們現在正面臨房屋供應的危機 不過省府官員強調說 關於安省大金馬堤地區大規無售保護的陸化帶 在住宅開發許可方面是不會有什麼改變的 根據傳媒在這個月初的報導 省府還想取消向包容性區域劃分項目徵收的發展費 從而鼓勵發展商興建更多的廉租屋 包容性區域劃分是允許城鎮政府強制發展商 在他們新開發的項目裏 要包括興建廉租單位 鑑於取消發展費 就可能會對城鎮政府的財政收入構成影響 所以省政府準備動用在聯邦政府房屋加速基金裡分到的16億元經費 用來補償給城鎮政府的損失 在多倫多 市政府向發展商徵收的住宅發展費 取決於一間屋的大小 介於每個單位是25,470元至93,970元之間 還記不記得 你已經有多少年沒有寄過聖誕卡賀年卡 有多少年沒有寄過聖誕禮物 不要說聖誕卡聖誕禮物 就連寄封信給朋友都可能很久沒有試過 不過雖然郵局的角色再不像以前那麼重要 但是聖誕節仍然是他們的旺季 所以加拿大郵務公司在這個聖誕節 要請多幾百個郵務員工幫忙 郵務公司在網上發布招聘啟示 在安省、BC省、沙省、亞省和灰省都要請人 這些職位的工作期間是今年11月15日到明年1月15日 這些職位有些是標明薪金的 薪金是每小時22.24元 它是職責包括分簡郵件、操作郵件處理設備 確保地址和郵費準確 有沒有興趣?有興趣可以去認證一下 來2020年1月25日 多倫多公布第一宗確診港之後 已經過了千日 雖然現在看起來已經復常 但是最近疫情又有捲腿重來的跡象 今個星期一 安省的確診主因人數 升至8個月以來的新高 有1812人 是至今年2月11日以來 最多確診者住院的一天 今個月入院的確診病人數目 較上個月增加了54 隨著秋天和冬天來到 更多人會轉入新內活動 相關病毒的傳播機會也會增加 新批准的耳解疫苗 可以保護接種者、免受Omicron 和紫便中病毒的感染 大家、特別高風險的人士 記住接種新疫苗 保護自己和家人 疫情至今 多倫多師傅已經接種了 757萬1399劑的疫苗 成人的3劑接種率 有61.3% 4劑則有20.7% 小童方面 0至4歲的接種率有1成 5至11歲有61% 天氣報告及油價 由華創公司特約贊助 多倫多今晚的氣溫約11度 明天日間平均氣溫約19度 今晚的油價是一個爐三 明天預計會先跌花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一個原定在下星期四 是中環舉行的戶外電影放映會 會播曾經在香港隨景的蝙蝠俠 黑夜之神 但是主辦單位說 由於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認為電影有暴力耐用 它的程度不適宜在戶外播放 所以主辦單位決定 應該放映的電影 據職業界人士說 香港戶外放映的電影 一般來說需要1級或2A級 而今次播的蝙蝠俠 黑夜之神就是2B 而替代放映的鐵甲奇俠 即是2A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長楊永雄 被問到事件的石頭說 有關事件不屬於當局的範疇 認為香港有既定機制 決定何時即合播電影 相信是合理合法 《蝙蝠俠俠符跡夜之神》 推出時 更 marvel不去中國上映 除了當年爆出 宣布月兩萬張免針止失效 屬於藍權的司法科學案 法官今日頒下座書面裁決 裁定割策堅記一方證書 潘池說 局長無權宣布涉案的免針止無效 下令撤消局長的決定 政府一方需要給賠償重費 這宗司法科學案是昨天證審 於防及控制質疾病 疫苗通行證規例 即第599L章 有沒有副權醫衛局長盧重茂 宣布免針止失效 成為了關鍵的爭議 法官郭浩文在判辭中說 醫衛局的一方曾經說 法告宣布免針止失效 只是行政措施 他就很遺憾地說 這些觀點對他來說 就好像嘗試玩弄文字遊戲 並重寫歷史最事 法官強調 政府的新聞稿 沒有講明廢除免針止效力的權力來源 無論所用的指引是怎樣 政府仍然有責任 說服法院相關權力的基礎 至於郭卓堅提出的其中一項法律理據 在於醫衛局長 無權推翻面針止的效力 得到法官的接納 法官引述 不夠交友章入面的條文所指 註冊醫生有權考慮市民 是不是適合接種疫苗 如果將提供醫學意見的角色 交給其他人 包括有醫療背景的公務員 都沒有實際意義 法官又不提到 立法會議員江玉寬 一度質疑醫衛局長 無權宣告面針止作廢 不幸的是 他因此而受到批評 他的言論被視作攻擊政府 法官證為 有關的議題其實是值得爭議 不涉及親政府 和反政府之間的選擇 只有合法和違法之分 有關的議題 是否有關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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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沒事了 希望一切繼續如常 有沒有惹到家人呢? 沒有沒有 因為我臨差不多感覺到有少少作病的時候 我已經是自己一個人隔離在房間 有自己的廁所 對 家人都沒事 所以都沒有教訓 其實都沒有 我們在拍劇的時候都很嚴重 有時候我們經常都要脫口罩做事都沒得避 不過是覺得之前開工這麼高危 都沒有中過 臨開秀都很小心 我已經故意不上街了 臨開秀那個星期我都沒有借票 誰知道在rehearsal room 是studio有人中了 我唱歌要唱一集 我自在我空多腳少 誰知道就是這樣 不過要發生就發生 托賴都沒事了 改回12號 OK 其實我覺得 一定是最好的原因 那現在有些朋友之前是沒有空 現在有空來看 那或者有些事情可以再採牌多些 其實一向都多 但是就退隱去拍攝 其實我本身正在同時正在開拍攝 所以就 不過可能很多都不在街上拍攝 所以就沒有太多人見到 那些三樣東西 現在正在開拍攝 Fashion Cooler 一月播放的 然後正在開拍攝 當然長壽的節目亂說話 還有就是有部劇 和黑哥和孫圈那套劇 那套都過兩天就要準備開了 希望可以在11月底 就完成手頭上的工作 然後12月就focus 做一件事 去哪裡 沒錯 去哪裡 不知道 沒有朋友知道 不可以說 工作的 所以12月要全力以赴 做到最好 YES 這兩個月好像變成被休團 沒有什麼宣傳 我想這兩個月 其實大家心情都沉重 所以我們 自己都不是很準備好去工作 所以我們都自我要求 不如休息一陣 大家心情好一點才工作 所以就是休息了一陣 但是不是一段長時間 大家都覺得是 需要做回自己的 大家夾個時間 準備好就做吧 好嗎 我聽出來的 用什麼鼓勵他們做得這麼好 MIRROR做得好 我們不教我 MIRROR做得好 好開心 這次合作 還有 都覺得他們 工作態度好 其實這一行 他們現在做得這麼成功 兩隊都是 我覺得沒有 沒有幸運的成分 他們都是有他們很努力的地方 所以這次合作都很開心 還有我們這次拍攝 打籃球都很辛苦 他們特別辛苦 那些打球場面其實很厲害 一拍就拍十幾個小時 他們 全部真打 真打 由冷的時候 到死人 然後拍到熱的時候 到死人 因為導演很有堅持 一定是要成功一鏡 所以有時候一球 可以射成四五十球才能完 所以都很開心 所以都很開心 還有 譬如有些 我記得有一球是要拍攝 斑刀入樽 我們入樽 大家都很 很期待 還有很支持 整場也很支持 有很多場面都覺得 其實拍戲最開心就是這樣 所以我自己對這部戲 其實都很有信心 我覺得那班底 或者拍出來 其實大家都會喜歡 好看 看了那些 rough cut 真的很好看 很緊湊 好 他們遇到這件事 坦白說 都沒有什麼人遇過 所以我都很難去給到 知道什麼意見 但是我覺得 無論如何都好 我覺得他們 其實在我心目中 是一班同行 都是一班年輕人 他們入了行不久 雖然他們做得很好 但其實他們在承受著 很多壓力 很多苦處 大家都不知道 可能很多人覺得他們很順利 一定是很好 但其實這一行 有很多事情 不是觀眾看那一面 其實有很多事情都要承受 所以我覺得他們 希望他們 慢慢去成長 或者經過這件事之後 當然是一個很慘痛的事 希望大家都 慢慢可以 他們可以在這裡走出來 調整自己 因為這一行 其實他們的 career 是剛剛才開始 還有很長時間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OK的 也希望所有的觀眾 都可以支持他們 給他們一些空間